港人港地早前報道踢爆美國白人男子 前國際特赦組織成員Brian Kern假扮華裔港人江重艦 多年來在網上發表煽動資訊 更涉在反修例運動期間多次出現暴亂現場 江重艦的假身份被揭發後 Brian Kern 贊民承認使用筆名 在去年港區國安法生效前夕 有報導指他已經離開了香港 並且在社交網站上逐漸銷聲匿跡 但近期曾經有份在網上披露江重艦身份的資深傳媒人 Louis Vitage-Cat-Bau 江重艦的Twitter帳號突然復活 江重艦的社交帳戶在去年9月8日停止更新後 今年6月9日開始突然連續再次發表文字 圖片、標語 內容涉及反修例示威兩週年 延遲中更呼籲香港的激進分子再次走上街頭採取行動 聲稱要奪回香港 過去這麼多年來 Brian Kern利用江重艦這個虛構人物 在社交網站用華裔男子相片作為頭像 而相片中的人物被指是89年天安門事件中 已經去世的清華大學學生段昌龍 假扮江重艦的Brian Kern更自稱是香港本地人 在香港獨兵溫政府學校 早期江重艦的Twitter帳戶內容 涉及西藏問題和佔中 其後呼籲美國制裁香港 在反修例運動期間 江重艦又以所謂香港著名權威反中國人士身份 多次接受CNN、紐約時報等西方媒體訪問 2019年7月,通過對比江重艦和Brian Kern兩個音頻之後 發現兩人實質為同一個人 而Brian Kern曾經在反修例示威中多次走上街頭 指罵警察,更涉嫌扮演示威者背後的陽軍師角色 資深傳媒人Nufi Retard在今次踢爆江重艦復會的文中提到 好笑的是,江重艦對反修例示威被形容為 外國勢力煽動暴亂的說法,癡之以鼻 儘管他本人很明顯就是外國勢力的一員 他提醒江重艦呼籲年輕人 留在香港和以香港為基地 很可能最終被年輕人走進監獄 另一個值得留意的細節是 在Brian Kern承認使用江重艦這個不名後 一度將江重艦Twitter簡介,改為香港人,鬼佬 但最近江重艦再次會約,他的簡介已經不見類似字眼 是不是想利用大眾已經逐漸淡忘Brian Kern假扮江重艦的事實? 而想再次製造事端? 江重艦是不是又會捲土重來? 市民應該警惕 還有許多次購物 海重艦